那么在我们展开今天的话题之前 今天出来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想请我们两位律师 那个约约律师或者陈律师来讲一下 也就是最近就是今天 最高法院出了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实际上我们以前也听说过 在发生Uvalde的枪杀 或者Buffalo枪杀的时候 纽约的检察总长曾经要求过高院 说请你们好好看看这个枪法 应该判他是不危险的 应该维持的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料在那里 那么今天这个判决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是对纽约不利的判决 那么很多人今天听到这个判决以后 可能会有些混淆 比如说昨天参院刚刚就说 我们要通过这个严格的 30年以来最严格的拥枪限制法 那么今天又出来这个法案 所以有的人会搞混 那么我们现在请 Vivian律师或者是陈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 或者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联 请Vivian或者是陈律师来讲一下 然后Vivian补充一下 这个我觉得今天的决定 它是针对纽约州的决定 我觉得它是我们以前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的 Heller的案件的决定 它就是reconfirm 持枪权是美国的第二修正案 持枪权是一个fundamental rights 如果大家学过宪法都知道 如果你是fundamental rights的话 所有的对于这个权力的限制 它就马上上升到最高的一个 这个限制的权力的限制 就是最高的一个审核标准 就是那个street schooling 就是说你必须招要有overwhelming的reason 就是非常强烈的原因 去对某种行为 这种行为进行一种规范的话 那你才能去规范某种行为 那纽约的枪法呢 本来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permit还不行 你必须要在申请这个permit 就是这个持枪证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向这个州政府证明 你有这个特殊的需求 就是你需要这个持枪的 这个特殊的需求 那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说是在不同的州 这个持枪权的这个规定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美国有15个州 允许大学生带枪到校园 对吧 有很多州呢 叫constitutional carry state 这些都是州法 比如说你什么证不需要申请 你想买多少枪也可以 什么证也不用申请 你都可以 都可以到哪去都可以带着枪 对吧 就是比如说去Walmart 你可以carry 你可以看到那些中老年妇女 背后背着一个冲锋枪到Walmart 去买东西对吧 这比较搞笑的 那有些州呢 比如说像民主党在的州的话 主导了州 比如DCR California呢 对这个枪权呢 就是说对于什么样的人呢 持枪呢 它有这种限制 那看来呢 今天这个决定呢 是对这个这一类的限制的 一个否定 那也就是说 有五个州的类似的法律呢 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那像Virginia的话 就是说 就是说是你申请Permit的话 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申请 不需要向这个州政府证明 有人身安全特殊的需求 也就是说 他任何认为你的持枪的这个申请 这个持枪证的过程中的 任何额外的工作 包括交费用 比如说交20块钱的持枪证的申请费 这些枪权的这个拥护者认为 这都是额外的负担 这种法律呢 都需要被禁止 我就先讲到这吧 看有没有谁有可以补充 Vivian要不要补充一下 那我就稍微补充一下吧 好的好的 因为呢 今天毕竟不是这个枪权相关的 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所以刚才也是临时起义 然后想因为毕竟这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所以呢 我们就简单的这个陈述一下 那么首先呢 这个今天发布的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样一个决议呢 它是6比3 那么6呢 显然就是所谓的6位的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那么他们认为呢 呃这个纽约的对于申请持枪证的这个限制的相关法条呢 是应该被禁止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意见书呢 总共是135页 是由这个汤文大法官呢 来执笔来写的这个主要意见 呃 这个纽约相关的这个持枪证的这个申请呢 它简而言之呢 就是呃 任何呢 人他如果要是在公共的区域去拿枪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这个concealed gun permit 呃 是强证的这个条件之一就是你必须要证明你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而这个合理的理由呢 是因为你有异于一般公众需要的用于自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 那么针对于这一个呃要求的话 那等于说就立刻就变成了很多人可能就无法去达到这样一个要求 从而能够拿到持枪证 那么这个诉讼呢 等于说一直达到了这个最高法院 那刚才成立呢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Hellard案子 我们在前不久呢 针对于这个枪权的这个案子呢 我们也其实做过讲座 呃 那么当时呢 我也涉及到了就是美国最著名的跟持枪权或者是第二修正案相关的 在这个最近的这些年里面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两个案件 一个呢 是2008年 08年的这个Hellard案件 还有一个呢 就是2010年的McDonalds案件 那么这两个案件呢 显然也是今天托马斯大法官在他的意见书里面呢 非常倚重的案件 总而言之呢 就像是刚才呃 程吕所解释的 托马斯大法官呢 认为呢 这个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这个枪权呢 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宪法权力 那么因此呢 纽约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显然是对于基本的宪法权力 呃 做出了这个侵犯 呃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不太认同呃 中英文媒体或者是英文媒体呃 很多呢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就说呢 今天的这个判决又扩大了这个拥强权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其实更多的是维持现状 他不接受对他的进行限制 所以不存在一个扩大 我觉得这个媒体的报道 有一点误导的这个嫌疑 好的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好的 谢谢周磊